唐朝末年 翻阵割剧 升丁涂炭 浙江临安有个前渺 升旧一身忠肝义胆 看到家乡屡造军阀强毒 心中愤愤不平 饶礼拿的是什么 全部给我交出来 军爷饶了我们吧 一日又逢叛军涂成 前渺军军 前方带着百姓 落到城外山洞中 大家不要慌 往那边走 众人隐蔽后 前渺总觉得少了个人 不行 我得回去找他 别去了 危险 他不顾众人劝阻 回城寻找 最后在自家门口 发现了一个十来岁的小沙迷 一伙乱军正在逼近 小心 前渺军冲上前 提枪挡住了乱军的刀剪 随后他抱着小沙迷冲出重围 回到了山洞 可小沙迷只顾打坐 对前渺一句道谢的话都没有 小和尚 你怎么不知感恩呢 连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有 诸位 前母救人不是为了让人报恩的 只要他平安无事就好 当晚 众人在山洞中休息 晚上冷 把你的棉被给我盖吧 小和尚 前渺把被子给了你 他就冻坏了 你还是来和我们挤一挤吧 我不习惯和别人睡在一起 真是贪得无厌 别理他 众人对这个无敌的小和尚很是苦恼 纷纷劝说前渺不要理他 可前渺还是将棉被给了小和尚 自己胡断铺了一些干草躺下 夜里前渺做了一个梦 梦里藏身的山洞被盘军发现 盘军在洞口放解了大火 火苗窜入洞内 众人乱作异团 着火了 醒醒 这该如何是好 清军一发之急 小沙米从天而降 手持莲花轻轻一挥 荆壳间倾盆大雨 洞外的大火瞬间熄灭 前渺有宝家为国之志 你们需信任他 跟随他 方能守住家园 前渺 东南地界的无数生灵 都洗在你一人之身 愿你一心护民 待时机成熟 十五年后 可来天竹山找我 话音刚落 小沙米飘然而去 这时前渺醒来了 他一问 原来山洞里的人都做的一模一样的梦 大火车才知道 小沙米是来点化他们的 原来他是来点化众生 从此 前渺声名大振 此后两年 因多次基地有功 朝廷夹缝他为临安太守 一晃便是十五年过去了 前渺也有了三个儿子 奈何儿子 各个娇生惯养 时常闯祸 令他头疼不已 老爷 十五年前的那位神僧 不是让您去天竹山吗 也许神僧会点化您的 前渺喜出望外 决定立即前往天竹 到了天竹山半山腰 只见一人蹲坐悬崖峭壁之上 手持莲花 打坐入定 前渺一看 竟是十五年前的那个小沙米 前渺老头变败 菩萨让我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可弟子连孩子都管教无方 如何能治理一方领土 还望菩萨慈悲 让弟子归依佛门 万事都有因果 你这十五年虽行正义之兵 但毕竟杀戮太多 果报不爽 都应在了你儿子的身上 那些教唆你儿子的小人 都是你的冤亲债主 你成员未见 还不到皈依之时 话音刚多 之前小沙米 竟缓缓变成了一尊 手持莲花的观音菩萨 你如今功成名就 当多多宣扬佛法 广积善德 恶业自然化解 说完观音消失不见 石头上只留下了 菩萨手中的一径莲花 千妙心中大振 回到临安后 广宣佛法 还亲自监工 建起了一座观音庙 庙中香火鼎盛 千妙带着三个儿子 入庙待发修行 三年后 千妙的孩子们脱胎换骨 发愤精进 长自高中叹花之日 入庙拜佛 却不见其父的身影 只在他北市打坐的蒲团上 发现了一张字条 长子 自言自语 阅读字条 尘缘已了 归依天竺 众人这才知道 千妙是印了当年小沙米的话 前往天竺山 出家去了 千妙的故事广为流传 自此 五月大地 佛法兴盛 仁仁念佛礼佛 这次 观世音菩萨的显化 就是 迟连观音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